再來就是貿易戰 講到中美貿易戰 你先來比較一下最近的美國跟伊朗 還有美國跟土耳其 美國跟土耳其 美國跟土耳其 他原來是好朋友 也是北大西洋公共組織的盟國 軍事盟國 最近這個禮拜 情況就很慘 因為第一個 土耳其 土耳其 基本的歷史地理就要會 土耳其 土耳其 現在土耳其共王國是1924年建立的 凱骨王相親 在整個20萬土耳其地國滅亡之後 好不容易 差點王國滅亡怎麼辦 留下來的一個現代共王國 那凱骨王相親讓現在土耳其共王國怎麼辦 成為一個西方民主的典範 因為凱骨王相親本身就是一個受西式教育的現代啟農思想的人 所以怎麼辦 第一 我怎麼辦 廢除這個所謂的哈利發 哈利發就是伊斯蘭世界的領袖 廢除 因為本來是二層萬土耳其帝國的皇帝 蘇丹兼哈利發 哈利發 哈利發廢除 第二個 土耳其這個活動 政教分離 政教分離 一定是你這個伊斯蘭教的這些神聖人員 你就只能夠管這個宗教的魔文 其他不能管 再來 土耳其實行 實行現代多黨的代議民主 就所謂的西方異位制 異位制 那那個 土耳其怎麼看 這個 以前用的是阿拉伯的文字 我們不要 我們現在西化 會圖阿拉伯文字幹嘛 給那個ABCD那種羅馬文字 拉丁文字 所以你現在土耳其文怎麼看 就是用那個ABCD那種配方 就像這個越南 你這個越南 在那個 還是大清帝國 反祖國的時候怎麼辦 他怎麼看 他有用漢字啊 可是在1884、1885 大清帝國 跟法國 打了一個清法戰爭之後 怎麼看 這個中南漢島的這個 現在的Vietnam Browns Cambodia 就是葉檢寮 幹嘛 變成法國殖民地 那法國為了讓這個 一個越南跟什麼 跟大清 斷結關係怎麼辦 他的規定 廢族漢字 改用什麼 改用這個所謂的 拉丁字母 所以你現在看這個 越南的文字怎麼辦 就是拉丁字母 就是ABCD 用那個東西 拼出葉南 然後畫出來 對不對 所以土耳其就是要利用這種方式 什麼 斷結 但你跟阿拉伯的這種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是土耳族 土耳其是土耳族 我不是阿拉伯族 伊爾 什麼 是波斯族 所以這上面有那個 除了那個宗教之外 還有民族主義的外星 那 所以 那土耳其他什麼 又加入西方的這個 北南西洋公司 可是什麼 可是土耳其的那個 俄羅幹 你要注意新聞 你沒有在注意很多新聞 基本上不是知識分子 不是知識分子 那台灣很多的民意 隨時都很低 這個俄羅幹 俄羅幹 他當總理的時候 讓土耳其經濟複屬 把經濟變好 那怎麼辦 那後來怎麼辦 他怎麼 因為 他會改任總統 改任總統說 因為土耳其 老實說 土耳其是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異位式政府 異位式政府 異位式政府是類似日本 英國這一種 你必須怎麼辦 就是在 這個國會情形裡面 過半 組織政黨 然後呢 組織這個政府 贏得 國會議法權 就贏得 組織行政權 就是議會民主職 那 我們幹什麼 他不當總理的時候 改當總統 改當總統的話 如果安德圖覺得 是這個事 是虛位元首 像德國的總統 誰知道他是誰 新加坡的總統 誰知道他是誰 以色列總統 誰知道他是誰 印度的總統 誰知道他是誰 那不知道啊 我們只知道印度的總統 叫莫迪阿 德國總統叫北克爾 新加坡的總統 叫什麼 李顯龍 以色列總統 叫什麼 我們根本就不曉得 就是他的總統 為什麼 因為總統 是虛位元首 虛位元首 所以肯住這位總統 當然虛位元首 就是不甘願 不甘願 不甘願 所以什麼 所以印了 印那個公投 改成什麼 改成美國式的總統制 改成美國式的總統制 然後呢 改成美國式的總統制 改成美國式的總統制 他就是 權力獨大 權力獨大 然後這家傢伙什麼 這家傢伙什麼 這家傢伙除了權力獨大之外 怎麼辦 他又變成馬西斯 為什麼 因為他徹底的 這個所謂的 捕捉 關押 行求 驅逐 所以怎麼辦 反對派反思 而且怎麼辦 而且他怎麼辦 以前就跟美國非常好 現在就是跟美國 唱完調 而且以前跟以色列也非常好 一個怎麼辦 因為以色列是美國的盟友 土耳其是美國的這個北約的盟友 現在這關係都很糟 很糟 所以土耳其整個什麼 整個政治情勢大變化 大變化 大變化 那土耳其 你現在這個國家的國力 他的軍力大概是情勢業地 十四、十五倍 可是這個國力呢 你怎麼跟美國比 所以最近怎麼樣 最近就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土耳其 把一個美國的牧師抓起來 或者審判 說他怎麼辦 是間諜 因為什麼 因為 赫土耳其的最大敵人 是一個土耳其的 神職人員 逃亡在美國的 Niu Hamish Niu Hamish 這葛伦 然後呢 他認為 你只要是 有可能是 葛伦那一派的 通通抓 通通抓 我們這樣子在台灣 台灣的土耳其 老是有認識的朋友 很可能 因為他土耳其護照 已經被註銷了 為什麼 就像以前的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你在海外的、日本的、美國的 有這個台國人士或是反國民黨的男人士 我就把你的褲子怎麼辦?注銷 那你就怎麼辦?你就沒有辦法回來了 那小不小的 像李衍哲本來就是黑名單注銷的 可是得了諾貝爾想怎麼辦? 趕快怎麼辦?恢復啊 那小不小的 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妥協鎮壓疫情非常嚴重 所以我在台灣那個妥協鎮朋友很可憐 他現在大概就是 趕快盼望妥協 就是發生內亂政變 政局變換 不然他大概就必須要申請台灣或者是女 或者是政治庇護 因為他已經不能回去了 那他的哥哥在妥協是醫生啊 被什麼? 就是被那個醫院勒令 勒令平時 因為在妥協你只要是這個 反對他的媒體的 董事長、總經理啊 記者啊、什麼主任啊 通通什麼?通通罵了 然後這個金公教 金公教裡面被查出來是反對他的 通通罵了 那專業人士 醫師、立師、管理師、建築師、什麼 你專業人士被發現了 是跟他反對他的 或是跟葛倫有關係的 像台灣那個就是被認定 是葛倫奇這樣的 通通罵了 或通通罵了 那你這就為了一個美國牧師的問題 美國就警告土耳其說 我這個美國牧師怎麼可能是間諜 你們狗屎當老 對不對 阿土耳其就說 不是,我們又再去間諜 所以 所以 基信之後 美國的 就對土耳其做一個小小的報復 那就是把土耳其的兩個部長 所有的這個海外的 帳戶通通通凍結 而且 而且不准這一個土耳其的兩個部長 能不能 可以到美國 或是更到美國以後的國家 欸 那美國只給他一個小小的稱話 那麼說土耳其應該讓步 可是沒有想到土耳其這個總統 耳朵幹怎麼辦 蛤 報復 欸 你對我土耳其兩個部長這樣幹 我就對你美國的兩個部長這樣幹 結果他就把美國的司法部長 跟那些部長也是一樣 同樣怎麼辦 惩罰 對不對 那川普就火大了 川普就火大了怎麼辦 好 你這個小朋友 小東西 小流氓 欸 就什麼樣的事情嘛 啊 你的 你的一個 啊 啊 關鍵 20% 鋼鐵 50% 欸 你知道呢 這個消息一出來 土耳其的貨幣 你知道搞什麼嗎 爆疊了 啊 那你知道怎麼 這個耳朵幹當總統之後 他找回當他的這個財政部長 他的理性 你現在這種中治獨裁的 威權法西斯的這種 都是這些人講過什麼 因為他叫什麼 就像老師跟你講過 他什麼 他都會叫什麼 叫Kronism Kronism Kronism Kronism什麼 就是權貴 跟你很好的朋友 啊 還有什麼 Nepotism 就是什麼 這個群大 Nepotism 你講話就可以把我已經都講過 Nepotism呢 就像蔣介石一樣嘛 欸 這個 他當蔣介石當國家元首的話 這個小舅子 聖史文 當什麼 財政部長 大舅子 這個所謂的 孔祥欣 行政院院長 都是這樣搞 啊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子 在以前菲律賓 在於馬可市當總統的時候也是一樣 更好笑的 啊 首都市長是他老婆 啊 然後一個 女婿的話是 威尼賓奧委會的一個主席 啊 他的表弟呢 是參謀總長 那蘇花托 在印尼統治的時候也是這樣子搞 就是這樣子搞 所以這個就是爛政權 所以你看啊 以美國 以美國 美國這麼大的實力 怎麼會是這樣的實力 美國在普恩一開始施加壓力 脫一下怎麼辦 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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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就是完全沒有對抗能力 還是伊朗 美國對伊朗也是啊 你現在伊朗已經爆疊到什麼 爆疊到十一萬五千伊朗幣 對一美元 為什麼 因為美國就是因為伊朗 這個二十一五年的核武協議嘛 不爽嘛 這問題你伊朗不守規矩 還是在偷偷在搞 有沒有 所以我制裁你 欸 現在八月後你才第一次 第一階段制裁耶 伊朗已經搞了這個樣子 第二階段是十一月的制裁耶 不行不行 所以 像這個就是你要去注意這種國際新聞 所以這個伊朗跟土耳其的話 基本上是不可能對抗美國 因為國力太小了 對 國力太小了 然後呢 美國阿銘啊 我美國這樣對於世界阿銘怎麼辦 你這個國家就可能會成為動大破案 動大破案 因為老闆就活不下去啊 一個貨幣大貶值 貨幣啊 物價大成貴 人心部吧 欸 就造成嘛 造成你來吧 掙錢更替 你造成更替的時候 你對美國有 有這種敵意的掙錢被換掉 因為美國再成功了 為什麼 那中美貿易戰 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層次 不一樣的層次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國力啊 這兩個差太多了 可是如果我們講中國跟美國的國力 GDP 美國現在是第一名 一年到達 九兆美年 中國我們前次在第二名 到達 三兆美年 雖然它是有差勁的 但是最起碼還算是 一樣可以在華山論見 你知道嗎 華山論見 那軍力 這個所謂的現役 現役的軍能 當然是中國比較多 美國比較少 可是美國在這個 軍備的科技水準上 比較高 比較高 可是美國現在以前差勁那麼大 以前是差不多大概三十年啊 可是中國不管怎麼樣 不管是用偷的 用搶的 用買的 幹嘛 它最起碼就已經把這個技術拉到什麼 拉到大概只差個五年十年了 四塊五年 所以 所以這個國力上沒有差那麼多 那我們這個中美 要這樣去撥撥 那我們要衡量一下 現在有不同的專家在講說 誰已經贏了 誰已經輸了 或者說這個 繼續搞下去 誰一定贏 誰一定輸 或者也有人講 這個 繼續搞下去 應該會走向什麼 compromise 妥協 應該會再次re-negociation 再重新談它 到時候應該會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為什麼 因為這個 現在這個情況 兩敗地上 反而會地上 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再研究一下 那你要研究說東北大陸戰 它到底到達到現在 算是誰贏誰出 我們有很多的數據 可以做參考 第一個 Bending Marks of Markets 就是股市的基準 Bending Marks Bending Marks Bending Marks就是作為基準的 做為基準 Bending Marks Index Bending Marks 股票的指數 像台灣 台灣不是股票指數 Bending Marks Bending Marks就是作為基準 美國作為基準 你每天注意看這個財經經文 就是刀教 刀教 DJIA 刀教工業的平均指數 前美國最大的 最強的三十家 他的平均指數 那時候 就是所謂的 科技類 XP1500 你每天都注意看這些指數 科技指數 從這個 從這個 中美貿易這樣開打 到目前為止 雖然是一個 到從 那斯達克 標準 500 高高低 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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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往上 中國大陸比較重要的 基準指數 是 負A 上海 A股 深圳 深圳A股 或者 上海跟深圳家臺 裡面三百支最重要的股 指數 台灣 除了一個台灣家庭指數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台灣五十 台灣五十 台灣五十支最重要的 那這個就是基礎的指數 那你去看一個基礎的指數 中國大陸雖然這支指數 什麼高高低高低 基本上怎麼辦 這支什麼 往下跌 所以如果重生一個 貿易戰之後 美國的股市是一直往上漲 中國大陸股市是往下跌 美國也可能 第二個 看什麼 看你貨幣的怎麼辦 估值 估值有兩種 因為你 從打貿易戰開始之後 你是appreciation appre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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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ciate preciate 價格 at 動詞 app 針對一個對象 讓他有價值 就是生神 地大 depreciate 變質 appreciate 到貿易會怎麼辦 美國 美顏長半 一直老闆 走強啊 那邊幣呢 一直老闆 走跌啊 是不是啊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誰 美國也 在看吧 國外水 什麼國外水 經濟成長 內 經濟成長力 經濟成長力 我們有一個叫同比 一個叫環比 一個叫環比 環比 環比就是 什麼叫環比 就是接連比 比如說我們第二季的經濟成長力 跟第一季比 今年第一季跟什麼 跟去年的第四季比 這個叫環比 什麼叫同比 同比的話就是我今年的第二季 跟去年的第二季比 今年的上半年跟去年的 上半年比 這個叫同比環比 那這個是中國當中的講話 你要懂 你要懂 要懂 那這個點好不錯 我回答是建議你們要會 經濟成長力 這個 中國東京 他這個也為什麼 因為不管怎麼樣怎麼辦 煤氣的 都差不多 百分之六 你不管是這個 銅比環比的 怎麼辦 都是超過百分之六 美國的話怎麼辦 一直都 你要知道 已開發國家 如果這個國家是已經 已經開發了 已經發展了 你的經濟成長力 很高 聽有沒有 通常就是一啊二啊三 都很不錯 是不是 可是你如果是開發中的話 好不好 開發中的話 那個什麼 百分之六百分之八百分之十 什麼 那很正常 你們要是有機會 要去找台灣的資料 我們台灣那個 196070年代 那個 加工出口區 有沒有 一棟一大堆 就是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 勞力秘籍 有沒有 就是這個 有一大堆工廠 那一大堆人 可以上班 那什麼 那 交工出口 機器大堆貨物怎麼辦 出口 賺什麼 賺大量外匯 就像中國嘛 就像中國 前二十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台灣就是 平平量量啊 你看看那時候台灣的經濟成長力 每一年多少 百分之二十啊 你想要的 現在非洲啊 現在非洲 現在非洲的國家 他平平量量 他經濟成長力也是百分之十 還是十五 百分之二十 所以 所以 所以你這個說 中國說 應該是我儀 為什麼 因為我還是超過百分之六 美國說你錯了 你是開 你是開發中國家 你百分之六的話 什麼 應該的 最後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很多文章都講什麼 講中國大陸的 這種各種的數據 可不可靠 不可靠 為什麼 因為很多數據老大 做假 做假 好 反而是美國啊 美國經營的經濟成長 大陸的為什麼 百分之四 好不好 很好 為什麼 因為 已開發國家 很少人家的經濟成長力 百分之十 很少 所以 所以從這來講的話 美國是已經開發的國家 幹嘛 還達到百分之四 你中國是開發中的 而且你的資料 甚至有問題的 你還是不過是百分之六 還是美國人 還是美國人 再來 再來 你可以比什麼 比這個進口跟出口 注意啊 port pore這個字 注意啊 pore這個字 就是 門戶 出入口 import 從門戶進來 叫進口 從門戶出去 叫什麼 叫出入口 名詞的話 就是export 出口的東西 出口的量 出口的量 出口的值 import 進口的量 進口的東西 動詞 import export 那我們為什麼 通過門口 要拿一個export 就是你有那個東西才給你 過關嘛 叫護照 那空中的門口 叫什麼 Airport 對不對 所以日本的 飛機場叫什麼 空港 Air 空中的港口 港就是出入口 港就是出入口 port port 所以 那你這個人怎麼辦 我不高興你了 我要把你趕走 deport 第一 deport 從門口趕走 七十出境 像是自走之間是自圍 自走之間是自圍 那你說奇怪 有沒有交通意圖 交通意圖在什麼 transport transport 從一個出入口 轉到另外一個出入口 trans 有沒有 轉換變換 對不對 你當作一種意義叫什麼 transit 對不對 transit trans 你發現它什麼 ID ID就是go的意思 所以智能是看智能很重要 那 那 那 中國的為什麼怎麼辦 中國因為是一個大量的貶值 貶值的話怎麼怎麼辦 為什麼有利 蛤 出口有利 對不對 所以它出口怎麼怎麼辦 就增加了 所以它未完會增加 未完會增加 那美國會每年一支升值 每年一支升值的話 它出口怎麼辦 東西就會貴 人家就不願意買 對不對 所以美國的出口怎麼辦 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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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有沒有是不是你要注意到 奇怪 那為什麼中國的進口 居然大服增加反應的兒子 你那個來賓被貶值的話 這樣講 你進口東西會貴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可是呢 我剛剛講什麼 就是嘛 因為中國已經準備要打什麼 打長期戰 打長期戰 我就是怎麼辦 要囤積什麼 囤積更多的怎麼辦 物品 貨品 反正我中國的 你們知道中國的外衛存體有多少嗎 3.1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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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呢 大概3400億美元 對吧 全世界外匯存體最多的國家 就是中國 所以我們說它有錢可以進口東西 它現在準備打長期戰 我大量這個存體物資 你知道為什麼伊朗跟土耳積被修理就很慘 第一個 你這個伊朗跟土耳積被修理 本身怎麼樣 本身就沒有出貨的話 它會可以什麼 可以大量採購的東西 那你本身的物資就不夠 物資就不夠 你就會大量貶值 幹嘛 物價怎麼辦 貨品 飛騰嘛 就高漲嘛 你土耳積已經通貨房產百分之十五了 那你這個貨品又貶值百分之二十 依然 貨品已經貶值百分之一百了 那這個貨品 這個通貨房產百分之三十 那貨品是怎麼合 是不是 那這樣很明顯 它要打長期戰 同期更有的貨品 那我們比什麼CPI CPI就是Consumer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費者物價指數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通貨指數 你這個物價到底怎麼樣上漲多少 Core 核心 核心CPI 什麼叫核心CPI 就是你要把什麼 你要把會因為季節變化 而有變化那些因素的貨品拿掉 譬如說某些貨品拿辦 它在這一個特定的季節怎麼辦 它就是會轉 特定是什麼就會跌 那個什麼 那就比較不準 譬如說 我們把它拿掉之後怎麼辦 其他部物價怎麼就核心厲害 那物價到底有沒有要上漲 如果說那個 你看那個陀吉跟英雄很明顯 那物價上漲得非常厲害 後面又貶值得非常厲害 這個經濟上一定是輸 那如果你看中國 中國跟美國 你這樣打來打去 打來打去 打來打去的話 一定會不會 一定這個 譬如說本來中國的貨物都很便宜 中國的貨物都很便宜 在美國去的時候 那貨物都很便宜 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買到的東西 可是你要把中國的貨物 科增高端線 科增高端線 他進到美國了 他價格什麼 就變高 美國的貨物都很便宜 就會很慘 是不是 我要用比較多的錢 才能買到一樣的東西 可是中國的老百姓也是一樣 所以要比 比跟美國跟中國 到底哪一邊 物資會缺乏 哪一邊 那個物價會飛漲 飛漲 而且老百姓就是因為 你科增關稅的 那一個項目 不同 就產生不同的影響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難講 都有老百姓受到他影響 都有企業在關 PMI Purchasing Manager Index 採購經濟人指數 採購經濟人指數的話 就是在看什麼 看經濟的未來 採購經濟人指數如果超過50% 看好未來半年的經濟 如果採購經濟人指數 不到50% 看快未來經濟 因為採購 我必須要 你不能說我現在缺了才採購 那不是啊 要提早採購 對不對 所以採購經濟 他要事先 就要怎麼辦 就要跟公司研究 說未來是景氣 景氣有辦法怎麼辦 我們當然營料 這個存貨 庫存怎麼辦 要提高 對不對 所以採購經濟人指數 就超過50% 未來不行 未來可能會經濟不景氣 不景氣的話怎麼辦 這個銷售會很差 所以我們生產要少一點 所以營料怎麼辦 民主店 就買少一點 庫子怎麼辦 少一點 不然的話 那庫子都壓死你了 對不對 PMI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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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美國是超過50% 中國怎麼辦 跌到50% 就要掉 失業率 失業率 失業率這個又很難講為什麼 因為美國都有固定的這個數字 中國的失業率 那中國的失業率怎麼辦 他沒有這個 所謂的 Regularly issue 沒有固定的發佈 而且中國的失業率 人家也不承認 說他有準確度 不準確度 所以你這個 中美貿易戰之後怎麼辦 一定會有 公司關閉力 公司倒閉力 有多少公司 因為那一個 經濟 貿易政策 經濟不下去 就倒閉了 沒有對於中國 最大的 大多公司 倒閉了 美國還有電視機的裝備公司 要倒閉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電視機的零件 太貴了 人家就不會找他去裝 因為他裝備外的成品太貴了 所以這個就是公司的倒閉力 再來 loan for more imposition or retaliation imposition 進去 post 擺姿態 放進去 實施 實施這個terrant 關稅 retailation 倒閉 我現在還沒有更多的空間 可以對對方再施加關稅 再施加關稅 很簡單 假如說 中國 從美國 從美國 從美國輸入的貨品 item 這個項目 還有volume 量 還有value 金額 很龐大 那 美國跟中國 美國從中國 所輸入的貨品 相較之下 它的item 數量 沒那麼多 volume 沒那麼多 value 沒那麼多 那誰比較強 那就是美國比較強 那就是美國比較強 那如果頂倒的話 中國比較強 我怎麼來看 我對你 對對方 這個施加這個所謂的關稅 或者進行暴露 他還有多少漁印 還有多少危險空間 現在是美國比較大 再來是你有 means and ways to cushion 的硬本 硬本是衝擊 cushion 裡面做一個電子 電子就是cushion 當 當 動死的意思 電一下 電一下的話 緩衝和緩 那我們現在都有貿易戰 貿易戰 貿易戰 那有沒有 讓這個衝擊 讓它和緩的各種 手段跟鋼板 手段跟鋼板 譬如說 政府就說 你如果因為這個從中國 我們現在給中國科生關稅 你如果因為你這個公司 必須要從中國進口的這個 原物料 價格變貴 那你這個公司很難經營 美國要提出什麼 提出一百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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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幫助這個公司 這個什麼 這個就是 minian way to cushion 那中國呢 中國這一陣子 它就一直讓人民幣降低 讓人民幣降低 讓人民幣貶值 貶值 讓人民幣貶值 貶值 把降低調 降低它的成分 就出頭 大量出頭 大量出頭 抵消 因為 你本來要施加關稅的話 我出口就會困難 可是因為我大量貶值 可以抵消你的 抵消你的私家關稅的效果 然後它再把銀行的存款 銀行的存款準備率降低 譬如說 如果我們 有老百姓 在國泰銀行裡面存一百億 你不能說我一百億 通常拿出去做生意 不行 你要有一定的準備 避免 避免擠兌 那這麼晚 它就是讓銀行的存款準備率 怎麼辦 意思呢 降低 降低 那存款準備率降低 降低 銀行就有比較多的錢 怎麼辦 可以放貸出去 去給需要的各個廠商 就是我們叫 Credit Easing 放鬆信用 放鬆這個貸款 放鬆貸款 所以 各自在找貸款 那大家有沒有Foreign Alliance Tax 外國盟友的這些結局 那 因為 美國 美國不只對中國有大型的貿易戰 它對加上墨西哥 日本 韓國 還有歐洲 有小型的貿易戰 本來跟歐洲很大 只要修理歐洲的汽車 不過歐洲的 歐盟的主席有到美國去跟參國講 對 沒有事 那怎麼辦 俄羅斯應該怎麼辦 因為它是併吞的 對烏克蘭克里米亞 所以美國跟歐洲怎麼辦 有對俄羅斯實施部分的經濟制裁 所以 中國 要不要找朋友 要找朋友誰 俄羅斯 俄羅斯 看看有沒有什麼 貨物 可以互相幫忙的 疏通一下 如果這個錢不夠 看看俄羅斯要不要先給他 因為俄羅斯所受到的制裁 是比較小的 非常小的 中國所受到的制裁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所以 所以這個是 你要去 注意一下這些東西 的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